M1版本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我准备给它降级系统 现在正在做备份 和各位分享一下降级的经验 首先说为什么要降级 这台笔记本初始的系统是Bixer 11版本 我在第一时间升级到了12版本Montory 然后又在第一时间升级到了13版本 但是我发现13版本耗电续航非常的差 而且内存占用比较大 开始我觉得可能是没有优化好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 我并没有用笔记本 一直保持待机状态 它的续航掉的也很快 这是我降级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13版本相对12版本 它没有太大的改进 一个是设置界面改了 还有一个多了一个台前调度 我觉得挺好玩 但是不好用 比如现在这个浏览器缩小 它不是缩到下面 而是缩在了左侧 比如我再开一个窗口 最小化 它都是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台前调度 这个玩意儿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这是一个池内存的东西 打开和关闭 在右上角 这有一个台前调度 开始我新鲜了几天 然后就给它关了 我这个MacBook Air算是备用机 8G内存256G的存储 所以说就不需要这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降级方法和之前的英特尔版本的Mac 应该差不多 主要就是备份 备份还是备份 我备份了三遍 第一个是用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来备份 用的就是这个硬盘 我又分了一个区 叫手动备份 备份自己认为重要的资料 这个Time Machine是用13版本备份的 它在12版本上恢复 不一定都能恢复的过去 所以说做一个手动备份 因为这个硬盘速度比较快 每秒钟能写入读取500Mbps左右 尽量使用这种速度比较快的硬盘 另外我还要把重要数据 在我的网络移动硬盘上 就是局域网的这个硬盘上 每秒钟最快也就80多Mbps 我做了三重备份 然后还要创建一个系统盘 叫启动器 至少一个16G的U盘 具体方法 看我之前发过的一个教程 或者问苹果的客服 从苹果官网获得一个链接 从苹果的应用商店 MacOS的应用商店 下载12Montory的系统固件安装包 然后通过一个命令 把它写入到这个U盘里 这个U盘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要备份数据呢 因为这个笔记本的硬盘 要给它抹掉才能够安装 D版本的系统 另外苹果的客服跟我说 降级不一定百分之百成功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硬件 看是否升级了 如果升级了 可能会导致不能够降级 对于M1 8G内存 256G存储的这种备用笔记本来说 我感觉12更适合一些 13不适合 为什么不等等升14呢 因为我看了MacOS 14也没有什么提高 也没有什么亮点值得升级的地方 降级到12之后做养老机 它就作为一个实用的工具就可以了 我的主力机还是台式电脑 那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这个移动办公会比较方便一些 我当时如果想用它来做主力机的话 我肯定会选16G的内存 加512的存储 这样还会舒服一些 当时我买这个8加256 主要就是为了让它做轻度的备用机 现在是关机状态 按住开关键 按住以显示启动选项 不松手 现在应该可以松手 我这个屏幕怎么这么多灰尘 这是硬盘 这是安装12 这是选项 进选项继续 抹盘之后 重新启动 启动的时候还是按住开机键 然后提示的是英文的 然后会来到这个界面 现在是插着U盘的状态 所以这会显示安装Montory 安装Montory 简体 从菜单选择WiFi 它要进行联网验证 WiFi连接好了 它正在联网验证 输入ID和密码 看来降级是需要联网的 联网验证机器和账号 激活成功 退出恢复 现在就可以安装 MacOS Montory 同意 然后选择安装的磁盘 没想到MacOS 12 Montory 可以恢复MacOS 13的时间机器备份 没有冲突 一共47个G 为了省心 用这种方式 好 以上就是关于苹果M1 MacBook Air降级相关的分享 我们就讲吧 好